我不停止了 15分鐘而已 15分鐘內結束一條題目 不然大家一起遲走 做一條題目 再一次 首先 給一點點感情 代入他的故事裡面 不然我告訴你 你未必會做得這麼開心 好 一間生產商 Start a Marketing Campaign 即是一個銷售計劃 接著就在瓶蓋製一些分數 Number of points is shown on the back of the lid 這代表蓋 但這些你不明白不要緊 你不明白就會做得開心些 你不明白也不要緊 The probability for customer to get a can of brand e can 一貫 2分 0.8 5分 0.2 有機會 加上1 很正常 15分 接著又來了 15分可以做些什麼呢 換到一包薯片 20分 再換到一部收音機 哇 哇 差了 差了 我們要知道 看購物 不要博物 麻煩 好了 Part A Find the probability Tay that a customer can exchange for a packet of potato chips in buying five cans of brand e grape juice 買五罐就換到薯片 即代表買五罐 存夠多少分 15分 薯片是15分 當然多過15分是可以的 所以我應該寫得好一點 即是現在五罐入面多過15分 好了 要數case 有排數了 五罐 五罐 五罐入面多過15分 那你想想一下瓶蓋的配搭 有什麼case 全部2當然不行 全部5 當然沒問題 五罐 五罐 可以 可以全部5罐 好了 要數case 我們也是 計算機率一向都是那一句 數case 不行 數快一點 好了 4個5一個2行不行 行不行 5 4中20 22分 夠有得 你想吃薯片 那看看哪個case 多些哪個case 比較少一點 那我不數 我只會這樣想 5 5 5 我不會想些2 究竟在哪個位置出現 我只會想2和5的配搭 即是幾多張 幾多個蓋 是2分 幾多個蓋是5分 那你見到 最低限度是幾多呢 至數夠10分 那你五個瓶蓋的配搭大致數 我已經寫了出來 一定是這樣的 哪一個配搭夠15分 10分一定不夠 除了最多人 8加53分都不夠 這個 都不夠 對了 有4個case 你計 當然了 你足以用大減小1減後面那兩個case都可以 總之了 你數完了 其實只有6個case 當然了 你記得了 這些要乘回NCR 這個是5C1 這個要乘5C2 這個要乘5C3 這個要乘5C4 那你要記得乘回NCR 因為其實都玩了 所以你中用減數還是加數 減數就是一減下面兩個case 加數就加上面的4個case 一樣而已 對 就一樣 那給你一點時間 你寫下一個選擇吧 我們考試都是考異一些的 或者你見 連續幾條class paper 一開始都是考異一些的 marking scheme就不會跟你說那麼多廢話 哇 那個marking也是這樣 對喔 不如我自己做了算數吧 好 Part A 那個機會率 理論上應該是等於一減 減吧 我中用減 好 記得一減就小心一點 現在 一減回全部樽蓋都是2分 全部樽蓋都是2分 0.8的5次方 再減5C1 或者這樣寫5都可以 4個樽蓋是2分 1個樽蓋是5分 這兩個case 都是不夠你存到15分的 那答案 0.26 27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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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A part 3分 2分 真的 有沒有大問題 好了 Part B 來了 買7冠 哇 更多case Part A 有沒有大問題 Part B 看例目 買7冠 B1 人家問 開到第七個節中 第一個五分蓋 好 好黑 B1 再說一次 我們回到題目 先看一看 B1 他就說 Find the probability that's only when 又是這一支話 Only when 開到 第七貫 Peter gets 5分 要去到第七貫 至可 可以拿到5分 即是代表第一至六 拿到多少分 2分 2分 所以 故事就是這樣 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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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頭六個蓋 全部2分 第七個蓋 5分 所以這個是考慮解題的 解到一題 就自然解得到答案 先吃了些沒了東西 好 答案所以 就是這樣 頭六個蓋 全部都是得到2分 第七個蓋 不犯 答案就是 4位止數 0.024 thank you B1 有沒有大問題 有沒有 有沒有 那很容易計 B1 這裡 好了 B1搞定你自己看B2 B 难点了 人家就说Peter 当开到第七罐的时候 才换到一部收音机 麻烦了 开到第七罐至够分 有什么case呢 而最后那罐 就要开到什么呢 你自己慢慢数着case 这个真的 大家斗数case 都是那句了 七罐里面都是 不是两分有五分的 但怎样答法呢 再一次 条条目B 二 他就说了一件事 就是要开到第七罐至刚刚够分 换到收音机 即是没开到第七罐之前 他应该都没够分的 那你就要数一下是什么case 当然有些同学就会 由头都没列出来 有些同学就可能 在这个过程里面 会想到一些开心点的方法 但无论如何都好 好了 你还是要试一下练的了 那我还是练下一份了 我们好B 二 那你如果就这样动在这里 理论上什么都不想 现在你死定了 那即管想一下 有什么配答 那我就这样写二 好了 记得啊 我们的目标是收音机 是要大过二十分的 支笔又没关系 好了 Radio 那究竟 七张都是 七个盖都是两分 一定不够了 那你首先要数一下 至低限度要多少个盖 是五分呢 二二二二二二五五 好像是可以的 去到第七个是五 这个配搭可以吗 这个 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 非常好 那当然 前面那六个盖可以拌乱 就是那五个次序 那次序 我先不理会 即是你如果跟我数case的时候 我上次数二二五 然后二二二二五 然后二二五 然后二二二五 那我只是数天刚而已 你只需要想一下 一些数量 两分盖的数量是多少个 五分盖的数量是多少个 最后的那个是多少 最后的那个都要分开想 你可以看到最后的那个 分开想 要不然你一会 差点数多了 好 那继续下去了 糟了 还有没有其他case 可不可以前面有两个五分盖 而后面又弄个五分盖给他呢 可以 可以是 如果前面那六个都是 两分盖四个 五分盖三个的话 那就二二二二五五 前面呢 可能头六个盖 都能够存到十八分而已 没够换到相机 最后多答一个 耶 相机来了 好 都行 还有没有case 我想问一下 喂 吃花生了 中樓 前面怎樣 前面怎樣 就是頭六個要怎樣 二二五二 五五啊 假設 四個 都是四個 都是四個兩分蓋 兩個五分蓋 對 不過最後 可以領到兩分蓋 一句說完了 如果頭六個是這樣的款式 二二二五五的話 第七個無論怎樣都好 是不是一樣都是夠分的 想問一下 是不是呀 那我就把兩個case加上哪一個 你最後成為一個第七個蓋的機會率 因為如果你頭六個是這樣配搭的話 我已經成功了 第七個無論開什麼都沒心機 因為頭六個是十八分 那你第七個蓋開到兩分 即是五分都沒心機了 那我將兩個case加上哪一個 好 還有沒有其他選擇 有的 應該第七個開到兩分 一頭六個要怎樣 我們叫做數下去 看看有沒有而已 二二二五五五 我們試試 五十十五十 是會爆煲的 然後就 原來這個就爆煲的了 三個五十五分 然後再加多六分 二十一分 爆煲的了 即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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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下面包了 即是如果你前面有兩個 然後再加多五分 哦 調轉得不可以 是 不是 就包了入面 或者分開 我現在分開列 現在積了一點 都是分開列 其實包了的了 你想一下 你自己再想一下 有沒有case數漏 那三 我再試一下 就是跟上面一樣 一二二二二五五 然後再加多個五 是不是只有這三個case 有沒有所留 我覺得應該 沒有了 當然 對 前面全部都是二就一平和督 十二分點都不能做到手機 至少前面有個五 個五可以在後小說出現 即是你有兩個五的一坑 你兩個五在這裡都可以 頭六個過一 第七個過二都可以 這個case我們數了 或者三個五都可以 三個五 但是如果是三個五的話 個五不可以在前面出現 在前面出現 第六下已經擺很高 已經過二十分 所以如果你要三個五的話 最後那下一定要是 前面的兩個五就 按你擺位置 那你會發覺是不是 招飽頭呢 機會就是這樣了 在未計算之前 你真的要慢慢想清楚 所以我再一次 到時候不要再做快一點 學比例好像很簡單 但是如果你想得慢的話 你真的想像這樣 是反而死了 不想留個case 好了 三個case好了 我再一次 我會把三個case 加起來變兩個 有沒有大問題 因為第二個和第三個非常類似 好 好了 case one的probability是多少呢 我們一起來吧 case one 個probability 很容易計的 因為 我再說一次 我們先分開頭六個計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左什麼阿sir什麼 沒有東西 那邊 六四一乘以 六四五都可以 但六四一和六四五根本一樣 0.8的五次方 0.2的一次方 但是 跟著你還要多乘多一下0.2 有沒有大問題 by lobby 再搭乾一塊東西 那些by lobby 有了 前面by lobby 後面乘多個標率 你不喜歡六四 不六四 你只要乘六都可以 因為如果你數到case的話 但這個 probability 應該是 六四二 或者六四 0.8的四次方 0.2的兩次方 再乘以 一 因為最後我終於 什麼都可以 那我就乘一 將這兩個號碼加起來 就是答案 機會再一次 其實挺好玩的 好像玩小學牌叫題 小學牌叫題 小學牌叫題 都是讀了 不是 啊 你們沒試過玩什麼 什麼的 那以前開瓶蓋草 你不會計機率 是不是 但我想問一下 你沒有試過 儲分換東西嗎 沒有 沒有 等你將來 變成了私大輩 什麼 以上錢卡 那些儲次 那些儲分 不值分 但當然那些儲分 沒有機會成分 買得多 好 答案是多少 我想問一下 0.3244 有沒有答案提 那你寫得到 那些儲分 純粹一點 他說 忠妥了一次 你反而步驟 沒什麼幾多個 是個 是個 努力交戰 要 多一點 就是 腦子要想多一點 幾乎論 本質就是這樣 好 Part 3 Part 3 非常簡單 因為 理論上 那些儲分應該齊了 理論上 好 Part 3 別人結婚了什麼 不如我開開題目 Given that Peter can exchange for radio Only when seven cameras have been opened 這一句 這一句我們先看看 有沒有計過 這句 有沒有計過 開到第七觀 換到相機 有沒有計過 剛剛計完 不是嗎 是嗎 是不是計完的 是 0.3244 不是嗎 Find the probability the seven can of Ben Ejus has a five point need 第七個觀有五分 小心點 這裡就小心點 咦 第七個觀有五分 我們不是計過了嗎 是不是計過了 是不是計過了 是不是B1計過了 真的是B1那個 放下去 當然不是 B1那個 存不存20分 存不足 存不足 B1那個假 他擺明黑你的 因為 他已經知道 存夠20分 所以B1那個 situation 存不足20分 你不會管 所以 其實存不足 分數應該怎麼算 應該是怎樣呢 其實擺明是 行B1個 就是怎樣呢 在B2 你算過這些什麼 是不是 所以B3 我直接寫答案 B3 0.3244做分母 一定是正確的 分子 咦 最後一個是5分 應該有其中兩個case 是這樣的 0.2乘0.2 再加 644 0.4 0.8的4次方 0.2的2次方 跟著不是乘1 是乘2 0.8 好 那就把這個case 和第二個case的其中一部分 寫到分子裡 分母 理論上 0.3244 就是三個case加起來 分子其中兩個case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應該就是B3的版本 這個 這個 0.2 0.8 之前0.8 是 sorry 我寫錯誤 不是 這個0.2 sorry 兩個都是0.2 是這個寫錯誤 sorry 一止錯 不及落數 是 對了 理論上就是這樣 這條算式 根本就是B3 我們之前學過 分母就三個case包了 分子是其中兩個case 那你又是 要成功完成了B1 B2 理論上你才知道 怎樣玩法 你才能開到B3 條件概 我再說一次 這次考試也是這樣 你要成功搞定 之前那些part 你跟著去到條件概 才可以得到分 當然 如果之前那些part 壞了的話 你選它 我都會這樣 你寫一些選擇 握一下AM分 可以了 得到 best 那就來了 本來就複倒了 吃花膚 這次不要再抹到 靠你去當作 要先就複使了 0.251 9 3 0.393 答案 了答案 0.393 3...9... 我讀到1.3多 基本大於1 0.39 我們很多人都開始讀到 0.39 多一句 其實這些東西我們差不多都學過了 那之前我講的什麼Random variable 其實都不是必要厲害的 你看到一樣可以拿回運 多一句 你考試的時候記得不要觸錯機 這些很多時候都觸錯機 因為水色就太長了 第四 Part 4 Part 4 Given that Peter cannot get 這個就麻煩了 Given that Peter cannot get a packet of potato cheese after opening five gallons of brandy grape juice 咦? 好像計過了 是不是? Peter開五官 換到 換到薯片 我們計過而已 現在換不到 都計過了 好 換不到薯片 其實這幾個 可能性是 1-0.26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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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看分子 放些什麼 Find the probability that he can exchange for a radio when the seven can of granule juice has been opened 想起好像很简单 但其实贴了楼 为什么呢 份母肯定是1-0.5-2-6-2-7 份子呢 头五罐都不够换厨片 第六第七罐开完之后就够换 缓收音机 那你猜一下这个case是怎样 份子 份母就不要怨念了 是个份子而已 份子究竟摆什么case呢 再一次 头五罐都不够换厨片 其实我们玩过了 就是怎样的 听到书了就是怎样的 有两个case 四个二 四个二 一个五 二二二二二五 或者二二二二二都可以 是不是 头五罐一定是这样的了 没得想的了这个 第六第七罐可以做些什么 就是够他用心机而已 可以拼搏两个五 如果你的头五个是二的话 六七一定要是五 没得想的了是不是 如果前面四个二 一个五的话 六和七应该可以 一个二一个五 行不行 两个都是五 都可以 即是有三个case 我分开写 所以份子有三个case 是比较烦的 分别是二二二二二 二二五 二二二二五 二二二二二五 然后就五五 我不反转了 即是二五和五二 我不反转了 你记得自己乘二啊 最后还有第三个case 就是二二二二二二五 三个case 计算了 放回上份子 就是你要的答案了 所以我再一次 是想case 想爆头而已 那个机会率 那么 头四个二 一个五就是 五四一 零点八的四次方 没有问 又没有问 等等 放到接不都没有问 好了 零点八的四次方 九什么 零点二的一次方 再乘回一个二 一个五 一个二是零点八 一个五是零点二 不过你记得要乘二 知道为什么 来吧 来吧 够命 好 喂 不受控了 不受控 好 第二个case 四个二 一个五 也是 五四一 零点八的四次方 零点二 其实我刚才可以做加速 不重要 这个就是零点二的二次方 好 第三个case 就是 没有五四一 第三个case 就是零点八的五次方 然后零点二的两次方 聪明的同学 就可以把这三个case 加上一条算式 因为 如果你够聪明 你看到 其实大家都是零点 应该说 算了 不如分开计 反正你读机 不会读错 分开计都应该没错 算了 分开计 免得夹 有五条算式 其实有些可以夹 算了 算了 我也不知道 所以再一次 其实就是考IQ 你说 机会 条件都是这样的 不难的 不过我们也要 说完这条 也要说上一条 这条不如你自己回家 读机读上去 谢谢 答案 忘记了答案 那上海查算 那上海查算